Model Y以一个大家没有想象到的低价上市以后 直接爆单 我们现在姑且不管它还会不会降价 至少目前真是非常的受关注 咱们今天也到现场来体验一下 结果走到这个Model Y跟前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体量 确实比Model 3 全方位的扩大 尤其这个车头如果你正面看过去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宽的 而且高度也很高 所以这个车你如果和之前的Model 3相比的话 不是简单的就是给它 比如说身高一点或者怎么样 就是一个完全扩大的一个SUV的车型 而这个车顶本身也很高 就是咱们平时看到这种SUV的那种高度 它的这个标配是黑色的 就是不加价的 其他颜色呢 你要花几千块钱去选其他颜色 侧面可以看到这个轮圈是标配的19寸255 其实这个胎宽已经是非常高配的 就是普通的SUV 它才用到了胎宽 但因为它动力本身比较强了 所以如果这个胎宽窄了的话 其实完全就是很容易太突破它的极限 这个窗框以及这个门把手都是黑化的处理 在之前Model 3上我们看到很多布格亮条的那种颜色 到了这个地方它全是黑化 但最新的Model 3也用到这种黑化的这种两个配色 整个车体量最强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是斜厚45度这么看车尾 其实我那边刚好有一台Model X 我这么看过去的话 我瞄一眼 两个车真的很想有点分不清楚 所以这个车看起来真的是很大的 很像Model X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备墙 你看这是电尾 也是新加的这个网络 但是最新的Model 3的这个Performance那个版本 也加了这个电尾 打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真的很大 而且本身是一个6倍的造型 它开口也很大 把这个拉开 巨大的一个像草盆一样的一个下面拓展空间 可以堆很多的东西 而且这个你看这个隔板的话 它不会自己掉下来的 所以也不需要一只手给它撑着 然后一只装东西 前边还有一个隔板也可以打开 只不过里边体积没有这个大的 也可以塞一些零碎 两边还拓展 而且你看深度 我的手放下去大概到这个位置 所以整个这个后备箱能装着 它现在也用到比较流行的 像美国那边啊 很多SUV 不管是高配还是中配 甚至于是中低配 它们直接把这个后排座椅靠背 电动放倒都加上了 这个Model Y也加上了 电动放倒以后 虽然它不是成品 但确实还是够用的 基本上够用的 所以这么一看的话 整个这个Model Y后半截 也是非常非常能装着 我们还可以开下前备箱 我给它打开 其实好多电动车前备箱没有用出来 但是在特斯拉上的前备箱 一般是用的比较充分的 而这个前备箱的容积 比这个Model 3都还要大 所以前后都算是能装的 OK 我们到里边体验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在开有一台Model 3的时候 它里边木头的这个材质 和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看上去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在其他有些地方 变化就来了 首先是中央通道的位置 之前我们的那个Model 3用的 就是钢琴漆的表面 光滑的 而现在用的压光的材质 这个是颜色配色上有的区别 另外前边两个这个手机 无线充电的区域 之前是塑料胶皮的那种底子 现在就换成了这种绒布的 而且两边还有卡位的 防止手机这样滑动 所以这个质感提升了 说到质感 其实很多人之前就是说这个Model 3 或者是这个特斯拉车型 类似的做工很糙 然后没什么质感 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反正从之前Model 3开始 我就觉得你起码大体这样望去 都是很清新很淡 很公整的这种类似的感觉 而现在到了Model Y 我也没有发现什么 做工特别粗糙的地方 相反我觉得这样看还是OK的 没有什么太让人觉得 哎这个时候做工不行 你没有那种感觉 好 大体的这个区别和Model 3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那么接下来我聊一下空间 因为这个顶棚和之前完全变化了 这个空间是它一个 最大的一个进步的地方 我现在座位放到最低 我的驾驶位 我们看一下我的头顶啊 到这个顶棚已经超过两圈了 非常宽裕的空间 所以也没有什么纠结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盘 这个Model Y的后排比Model 3的后排 全方位的进步 整个空间就是另外一个感觉 你坐在后边 头离上边特别的远 而且这个整个的 这个才叫天幕 完全是这个无边框的设计 特别的通透 另外呢地板本来成平的 这个不用说的 每一个位置前边脚窝 全都给你做出来的 你看这个是座位下边 这个脚随定的方法 包括中间 这也已经掏空了一个角度 所以中间如果坐人的话 你应付一个短图 这个腿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配置两个USB-C口 包括一个触控口 所以后排提起这个Model 3 大幅度的进步 还有一个功能 这个靠背角度也可以跳 所以它是一个电子的这个开关 打开以后 解锁 你看有两档 这是第一档 稍微立一点的 再打开起 这就是稍微躺着点 坐起来也舒服 所以后排比Model 3 确实是质的飞跃 这是两个车最大的 静态体验的一个区别 我现在开到最新的这个Model Y 其实从理论上来讲 因为它比这个Model 3重心要高一些 车重也重一些 有两吨重 理论上讲 它的这个操控感觉 可能要稍微笨重一些 但实际上我开了以后 我觉得 若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讲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察觉不到的 尤其是在城里边正常开的时候 因为你不可能随时敢拉到极限去 所以你正常开 它依然是一个非常轻快 非常容易把这个车开的 特别有动感的那种感觉的一台车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电动车 本身它的这些优势 比如说加速非常快 而且整个也没有什么换档 因为没有档嘛 没有这些顿挫 你可以开到 既顺滑同时呢 又可以开到 你想很猛的话 也可以开到非常猛的 这个Model Y呢 是前后双电机的这个版本 所以其实 它虽然不是那个performance版本 因为performance版本 现在没出嘛 但是理论加速 标称是5.1秒 好像有媒体实测 也就5.0几秒 就是5秒级的这个加速 基本上路面上所有的车 你正常看到的 基本上都可以秒杀了 所以这个速度 如果大家对它的这个动力 还有这种担忧的话 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确实非常快 总体来讲 我觉得就是因为今天试驾时间非常短暂 基本上我可能没办法给它开到极限 也感觉不到它和Model 3更细微的这些区别 但是呢 正常开的话 作为正常用户 我觉得它是完全够用的 只是刚才这个特斯拉的老师给我们讲 它有一个变化是电门踏板的这个 现在有个新的设置调整 就是它直接是调成了单踏板模式 把之前的几种刹车动能回收的那个力度调节 给它取消了 也就是说现在它是强制用户进行单踏板模式来操作 对于这一点呢 我个人是保留意见的 因为很多用户现在就会觉得 如果必须要我来适应的话 那我在适应这个习惯之前 我一旦放了这个电门 比如说我现在直接又成了刹车了 那么我必须要习惯要适应了以后 我才可能给它开得比较平顺 比如说我现在只是需要一个滑行状态 既不加速也不减速 或者是稍微的缓缓的减速的话 我不能放掉 我不能把这个电门放了 我只能轻轻的给它抬起来一些 这样的话我的整个速度才比较均匀 这个变化 所以这一点我个人是保留意见 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强制性的 就把这个习惯硬塞给用户了 还是应该有这个几个档可以调 但是这一点 我觉得对于特斯拉来说 要实现是绝对非常容易的 因为本来就有 它只是把这个功能给它关闭 说不定之后有可能开开呢 就我想说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人也是在纠结 到底是买model Y还是model 3 其实这个如果要和model 3相比的话 不仅仅是33万多的那个 performance那个版本的model 3来比较 我觉得其实很有可能 大家比的时候就是我这个 如果是33万9 大概是这个价格 这个model Y 那我比我就拿去比25万不到的那个model 3 因为那个比较便宜那么多 那么一个轿车一个这个也有可能是作为比较的 其实这个取舍就是在我看来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开车的人 可能哪怕这个model Y开起来依然是非常动感的 但是我纠结我心里面那种强迫症 就是觉得我要一个矮一点的车 一个轿车 把那个作为我的首选的对象 要弱一点 只不过加速其实比起很多燃油车也完全够了 空间稍微小一点 但是那个就可以节约很多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纠结 但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如果喜欢开车 可能很多人还是要选model 3 因为它现在占价以后 performance版本真的是太香了 直接是一个超跑级的一个性能 然后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平民的价格 而model Y确实功能性非常突出 同时也可以开到非常快的一个车 综合性能更强 所以这个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看你到底你更在意拉一点 OK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短暂的一个试驾的体验